字幕 李宗盛 嘩 回來了 今天台面比較凌亂 今天是第24季 第12集 玩具TV 是24季 是24季 事不宜遲 介紹一些實際的東西 收到廠商的版本 基本上我們都盡力做 不要說來者不去 但是盡力做 玩具 大人 小朋友 高檔 中檔 可能會有些家長 會想買給小朋友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留下那些 成人玩具 那些好像不是我們這些 通常都是女生做的 不是男生做的 但他們不是用家 我就用給你看 我LIVE 用給你看 你有廠商夠膽放成人本具上來 好 Brian就馬上示範 又是我 好 先講到這個 1比32的耀控車 耀控車 看這個款式 應該有一次有三款 我們這次就有這一輛 好像是方程式的賽車的藍色版本 其實上網看 都很多款車 其實我問他 是會用一些 好像四驅車的路軌 管著 因為其實你要試試速度 是很快的 是 我幫你擋住 可能我出鏡頭 可能我出鏡頭 嘩 刀後 嘩 可以刀後 可以刀後 有師兄問會不會爆炸 嘩 嘩 是不是就是東 東 我以外地忘記拿 我以外地忘記拿 不好意思 那就是東雲那架 那架 尾刀 那架 那架 小朋友都可以的 充電 那條線是 奧卡蘇 充電 充電就可以了 只要留個時間 吹水 今天有很多新東西 喂 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 用USB來充電就可以了 另外這邊 3A電 兩顆 兩顆就搞定了 這樣就可以馬上玩 其實速度很快 所以不用路軌 如果不用路軌 有時候搖控車 你用路軌又好像 失去意義 你知道這些是自由奔馳的 但是呢 它又好像 設計到 好像四驅車那樣 如果你競賽性質 你不用路軌 很難去擋住 很難去擋住 這些車比較小 而且它做了幾個輪胎 都是管著車 不要撞 這些是四驅車的 撞邊那些 沒錯 這幾個東西可能就散了 散了 那究竟這架是多少錢 還可以買 完全不知道 大家留意我們這個牌子 Expo 現時2樓的玩具店 有可買嗎 沒有 都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賣搖控 這個牌子 那大家有興趣的呢 先提高一下鏡頭 這個 Expo TTIK 我不知道 可能去賣搖控的玩具店 搖控模型店 去看看 有沒有這個 我覺得這些是入門級的 對 好 便宜你玩一下 買給小朋友吧 不過也挺好用的 我不會玩這個門車 一入電就 都挺快的 對 速度快的 不錯的 好 咦 為什麼不出 我懂得出機型了 是啊 我試一下那些 反應快的 就是那個 反應快的 就是那個 反應快的 還有那個 嘴嘴聲的 那個機械感的感覺 是嗎 你都覺得嘴嘴嘴 嘴嘴嘴 噢 這個可能不知道 可能沒有大聲 好了 這個介紹到那麼多了 歡迎再 給多一些想玩角利 去介紹 下一節又回來了 稍後見 拜拜 那不如說完這個 好了好了 今天要全部轉了 當然 好吧 我已經 好了 好了 好了